嗨 大家好 我是大沛 前陣子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有人都被困在家裡 也因此動森這個遊戲整個爆紅 但是你有想過嗎 動森可以玩真的 所以我正是來到 彎皮世界 來做一位真正的動物管理員 這不是圓我小時候的夢嗎 而且聽說他們有在爭人 趕快去問問看 當一個動物管理員 其實我以為 就只要很愛動物而已 他根本 老闆 你不是這樣子 老闆 各式各樣無法預料的事情 沒有學 他不會痛 被小肚子咬著 自己這樣子 這是正常的嗎 常常的這麼不怕人嗎 其實 我可以 所以我現在要做的事情 你把它丟進去 對 你絕對不會大富大貴 但你可能會有 很精靈複雜的一段日子 我一定要抱抱他 謝謝 我抱抱 是假的 我 原來是假的 不好意思 你好 你好 我想要應徵那個 動物管理員 對 那我要去哪裡 要找誰嗎 要找我們 動物部的圖館老王 他在裡面那邊 在裡面那邊 那我想請問一下那個 你們應徵的人多嗎 沒有耶 沒有 對 因為這個工作還滿辛苦的 可是不是 就是愛一小動物 然後願意照顧牠們 欸 那是基本的 那是基本的 還有一些苦工就是的 好 老王 好 謝謝 隔壁老王 你看那邊嗎 隔壁 鳥圓喔 哈囉 早安喔 早上洗澡老外喔 哈囉 嗨 好貧苦 好可愛喔 嗨 早安不好意思 嗨 是 哈囉 你好 我要來應徵那個 動物管理員 然後我再找一位 叫老王的人 喔 我就是啊 就你 對 我就是 哈哈 你這麼會選啊 好 那我要 我要怎麼樣開始 我的那個面試的 應徵的東西 沒關係 你那個 我們等一下開圓了 你先從那個水池 沿著水池走進來 沿著 好喔 先進來再說 先進來再說 直接可以上工了嗎 嗨 不好意思 OK的 他們沒有很緊張 嗨 你好 我叫大沛 你好 對 然後我今天來這邊啊 想要應徵動物管理員 因為我 超愛動物 呃 刻苦耐勞 就是因為我們這個工作 其實就是人家所謂的 3D的工作 就是又危險 又髒 又臭 3D 還有一個 欸 還有一個忘記的 靈魂不好 對 還有一個D我忘記的 對 但就是大部分的人 不會想做的一個工作啦 因為這個工作 好 這可能是我從小 我想要 當獸醫跟動物管理員 這個夢想是我從小的夢想 其實你也不需要 就是獸醫或動物管理員系 畢業的才能當這個工作 因為其實國內並沒有 就是所謂的動物管理員 專門培養的科系 喔 你說不用證照 不用獸醫證照 也不用相關的 這個獸醫證照 目前在國內也只有規定要 獸醫系畢業才能考 對 那所以對一般的人來說 他並不是這麼容易 達成的 然後很多又是 很多獸醫師又會去 成為什麼犬貓的獸醫啊 其實放很廣 就是醫學系了啦 對對對 所以其實國內的產量 並沒有高到 就是可以滿足我們 動物管理員的這種需求 OK 所以我今天來應徵啊 好的事情是 耶 我不用考什麼證照 但是有一個 因為其實 我小時候被鳥捉過 我也害怕鳥類 我有辦法選一些 比較溫馴的 哺乳動物或可愛動物區 來照顧 基本上 就是你要成為一個 動物管理員 你是不能挑的啦 畢竟所有的動物 你都要能夠照顧 然後而且我們是屬於輪調的 你每一種動物 都要稍微有點了解 好 我也沒有問題 除非你都要過敏 除非你今天對羽毛過敏 但是對羽毛過敏的話 我覺得你的動物管理員之路 也會很痛苦 好 那我們接下來 我這樣面試應該OK了吧 沒有啊 你的面試官不是我啊 你不是老王嗎 沒有 我今天只是一個領導 帶你去找你的面試官 那我的面試官是 你的面試官是 就是等一下我們 園區裡面最難搞的動物 是動物啊 對 是動物要幫你面試 因為說真的 就是你要通過他們 你能不能照顧他們 你才能進來當他們的管理員嗎 這就是我小時候的夢想啊 我有兩個夢想 想要做獸醫 以及去動物園做管理員 因為其實我自己有認識 水族館的飼育員 因為台灣其實不用證照 這件事情 我以為水族館是這樣子 沒想到在一般的動物園 也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挑戰 完全就是為我量針打造 穿上制服我就會有一種使命感 覺得好 要開始了 開始了 對 要開始了 那等一下我們要去做的就是 打掃園區啊 然後見你的老闆 處理你的動物這樣子 OK 你們九點開園 我已經在更早到了 你就已經在洗刷他們的園區 你們一天的行程大概上 我們理論上是八點半上班啦 然後到五點半下班 但是其實動物隨時都可能有狀況 都有一些特殊需求 我們就是準備這樣子 就是on call 我的天啊 因為門口就有很多 鴨鴨啊 或者是天鵝 其實可以讓小朋友認識這些小動物 可是牠們都直腸子啊 找到哪兒可以拉到哪兒 你們今天全部都要掃 對啊 其實都是我們要掃的 所以我們園區目前大概有17公頃 那我們部門有30個人 對 然後我們還有大概1000多隻的動物 所以每個人平均要照顧大概30幾隻的動物 所以我今天可以當白雪公主 就是 小動物都在我旁邊 然後就是 被包圍的感覺 對 你等一下會被包圍 但是你等一下感覺到 可能不會是覺得很棒 超棒 像等一下你要照顧的老闆 牠其實就是一隻個性比較 機車一點 但是牠稍微比較喜歡女生 OK 那我們現在就來到我們的面試關了 我們的面試關今天是 天啊 你就是老闆了 對 怎麼這麼可愛的老闆啦 沒關係 等一下就會知道 所以老闆他 沒有 其實有玩動森的人 都會知道他沒有那麼可愛 對 他是有一點奸詐 是那個利益為主的那種 其實應該說他們 碗熊牠們在野生的環境裡面 牠們其實為了生存 牠們其實可以做盡各種的方式 對 所以牠們其實在北美洲 牠們甚至會去翻人家垃圾桶 我跟你說這裡 我家很有經驗 因為我爸爸住在加拿大 我們家呢 屋頂是被碗熊拆開過 在裡面生了一窩小孩 然後屋頂就 這樣子玩 然後就在裡面跑 我爸超痛恨牠們 對 所以其實 所以其實碗熊是一個 就是個性上 不是很好相處的動物 但是太聰明了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等一下 就是要挑戰牠 我們要強迫牠先把牠 不喜歡吃的東西吃掉 了解 這樣子牠才能達成牠 營養均衡的事情 OK 所以 在這邊是牠的食物嗎 我們在這裡準備嗎 對 沒錯 我們等一下在這裡準備 原來是要用食物賄賂 我的老闆 沒有問題 等一下的畫面 可能就不是賄賂 因為牠會生氣 這是牠要吃的東西嗎 對 這個是牠今天的早餐 那大部分的動物啊 牠們也跟人很像 就是牠們喜歡吃甜的 對 對 所以水果牠們都會比較喜歡吃 但是只吃水果的話 對動物來說就是容易有肥胖的問題 所以我們一定要強迫牠們先吃 蔬菜 吃完蔬菜之後 牠們才可以吃水果這樣 像動森裡面啊 你有覺得牠們有污名化 浣熊的個性嗎 其實沒有啦 其實浣熊應該說牠 不是說真的很視力 很愛錢 但是牠們就是一個為了生存下去 會比較不擇手段的動物 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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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對 我們沒有 沒有污名化牠 牠就是這樣子 對 牠的個性就是奸詐的 對 好耶 好 這樣OK了 但是等一下記得你今天的任務 要先讓牠們均衡飲食 所以要先給牠吃菜 吃飯飯囉 感覺是要吃火鍋了 我怎麼餵 我怎麼餵 就是我們希望牠們每一隻 因為其實動物一起養的時候 牠們都會有強弱勢的問題 對 牠直接丟掉我的菜啦 對 所以你需要就是每一隻的 都要先平均給牠們這樣子 欸 牠根本 哇 哇 哇 已經被搶走了 已經被搶走了 欸 那如果 牠們現在完全就不理我的菜 如果我把蔬菜包在水果裡面 牠們會不會吃啊 你可以試看看 欸 這邊 這邊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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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物很 很艱難耶 因為牠們太聰明了 牠們根本就是跳過 不行喔 你要吃吃喔 吃吃吃 欸 等一下 等一下 不覺得有一種 被 被 被侵犯的感覺 我跟你說 我發現一個超酷的東西 剛剛牠們是胡桃還 還吐皮耶 對 牠們會吐皮 你來 葡萄 等一下啦 欸 等一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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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 老闆 老闆 你不要這樣子 嗯 老闆 我覺得牠們對於 浣熊的用心 我有點驚訝 因為我一直以為 浣熊比較有雜實性嘛 所以可能 飼料會為大宗 然後或者是一些肉啊 或者是蟲類的東西 我在想像啦 但沒想到 第一個要求居然是 餐飲上面要均衡 營養要均衡 蔬菜要吃 水果也要吃 糖溫還不能太高 對 而且不是丟在那邊 給牠們吃喔 還是要這樣一個一個 平均的分配 不然弱小的可能會被欺負 老王 他們根本不吃菜 你是不是在整我 沒有 我絕對不會整你 其實我們有一些方法啦 小朋友不吃東西的時候 好 你不吃後什麼 我們就不給你其他東西 對 其實一開始我們 就是水果 我直接就不會帶進來 早餐的時候 就是你就先吃青菜 其實吃完了之後 我下午才給你吃水果 所以硬放在這邊 他們其實還是會吃的啦 對 因為這真的是 肚子餓的時候 所以我說馬龍是不是在整我 他根本就不應該 讓我把蔬果放在一塊 可是你們是有方法 對 除了牠們的正餐之外呢 其實我們還會再給牠們一些 就是點心類的 還有點心 對 還有點心 那其實就是在動物園裡面 我們叫做 就變成說是牠們在平常 比較吃不到的 那希望牠們可以 要花一點時間 花一點心思去吃的 OK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拿的東西是 一個 這麼棒的事情 水果冰 之所以會做水果冰 一個是夏天天氣比較熱 對 對 所以其實是一個降溫的效果 另外一個就是 冰塊就是藏著牠們喜歡吃的水果 對 讓牠們慢慢去把冰塊舔掉之後 延長牠們吃東西的時間這樣 給牠們玩 對 對 碗熊吃冰那時候也很好笑 牠是說 要給碗熊吃冰 而且牠的冰 跟我們一樣也是甜甜的 牠還有加糖漿 所以牠們會很認真的 一人一顆 然後找一個角落這樣吃 我那時候就覺得 照顧牠們好像真的像 照顧孩子這樣 其實在動物的環境裡面 所有的起居我們都要照顧 那包括牠們彼此之間的關係 其實也是 我們管理人要去觀察 像 有時候牠們比如說在撐寶寶錢 對 或者是在配對的時候 牠們會有族群異事 然後有時候就會開始吵架 打架 像剛剛牠們在搶食物的時候 對 就會吵架 那比較兇的 有時候甚至會不斷地追打 甚至會造成對方受傷 那我們就必須把牠做隔離 然後有時候就會隔去跟其他動物住 像我們有一隻就是浣熊 跟一隻土拔鼠住這樣子 牠跟自己的原物種處不來 對 就是一直被 被霸凌 對 被霸凌 所以牠知道跟其他物種住這樣子 哈 我有看到土拔鼠 跟其中一隻浣熊住在一起 然後那時候想說 就是鄰居啊 為什麼要切開來 要分開來咧 後來才知道說 原來牠是被霸凌的那一隻 你看聰明的生物就會有階級的問題 你看就會被霸凌 那時候我當下有點生氣 我叫做誰誰誰最壞 對啊 那牠們有自己的 自己的社會吧 我覺得這也是我這一次 第一次認識的 這是我第一次來到動物的家裡面 跟牠們完全零距離的相處 那顯然我餵食青菜這邊已經失敗了 可是我覺得這個環境 非常非常的優質很乾淨 而且居然還有小烏烏可以住耶 怎麼那麼可愛 你們還有錢去請造景設計師喔 沒有啊 這個也就是管理員要做我的工作 你要會做小木屋 對 要依照牠們的行進 比如說做像這樣子 玩熊牠們喜歡爬高爬低啊 對 所以我們就是還要學會 天啊 要做木工這件事情 真的是超級出乎我意料 不會啊 這也是其中一個挑戰 好耶 這只是第一站而已 我接下來的路應該不會那麼開心 這不只是 不是小動物玩 對 其實還要做很多很多事情 所以才說 百分之八十可能都 你都碰不到動物 我覺得動森裡面的理人話 非常的精準 我覺得就是出難題吧 因為牠就太聰明了 有點狡猾 有點奸詐 我很挫折 我第一站其實就有點挫折 是牠們真的不理我的青菜耶 他們就是只要 只要吃水果 而且還會巴著我的那個 我的菜盤 然後我就覺得你們不要這樣子 我有種被欺負的感覺 可以跟牠們用食物這樣子 那麼親近 我是覺得很棒 這是一個很棒的態勢 因為等一下就是照顧的這個動物 是真的有危險性的 就是牠有可能 牠比較敏感 然後反應會比較大 所以 要是不小心驚動到的話 牠可能會突然有一個很大的動作 有可能踩到你 或是踹到你 好 掃在那邊嚇我 說什麼最兇猛的 根本有超可愛的蠟仔 這是撒嬌嗎 對 這是撒嬌 其實在動物的社交行為裡面 在長頸鹿的話 牠就是用頭不斷去磨人 就是不斷去磨砍牠的同伴 對 牠很皮耶 對 然後這一隻的話 牠是皮皮 牠是我們這裡的男生 我還是不懂啊 為什麼牠是最 最兇猛的 最危險的 對 其實你發現牠現在在跟你互動的時候 牠沒有在控制力道的 對 我會覺得很棒啊 對 但是當你如果是在下面的話 牠沒有看到你 踢到你的話 其實那個就相當的危險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或者是把我摔下去 對 牠在吃東西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在 沒有在控制的 沒有在跟你 沒有在跟你客氣的 這樣 欸牠想要玩GoPro 你真的是很 怎麼會 這就正常的嗎 長頸鹿的這麼不怕 這麼不怕人嗎 其實每一隻的個體 還是有一些不太一樣的地方 通常長頸鹿的個性比較 比較像會像後面那一隻 就是對人有一點戒心 然後可是又想要吃 還是會想要靠近你 所以牠們完美的詮釋了 就是正常的長頸鹿 跟太親人的長頸鹿 牠剛剛在這樣 那個頭這樣一蹭的時候 我們現在是在一個安全的高度 你再長一點 我們現在就是很OK 但是如果你在牠腳下的話 牠視野是不是也看不太 牠視野基本上會在高處 對 對 所以牠雖然看得到你 但牠不一定會想要 牠不一定會就是在意你 牠可能就直接踹過去了 好危險 其實在這裡呢 我有一個朋友 牠其實在非洲 差點就被長頸鹿踩死 那位朋友就叫林博瑟 牠在拍完很大的時候 在非洲牠其實 牠其實 對 不小心 就是我也忘了怎麼樣 可是牠 牠就說驚險一瞬間 牠認真的差點被踩到 對 所以 我完全完全的相信 體型就是這麼大隻 對 踩在你身上就是掰掰了 那我今天啊 我剛剛一瞬間 已經忘了自己這樣說 我在這裡 我有怎麼樣可以做的事情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就是要幫牠們秤體重 所以就代表 我要到牠的腳下 讓牠上秤嘛 對 我們能夠做的事情 大多數是預防醫療 對 所以牠體重的變化 牠每天食量的變化 其實是我們最主要的 營養監控目標 對 所以幫牠秤體重 每天每天這樣 是牠很重要的一個任務 送給你 我一定要抱抱牠 跟動物相處呢 其實我是 比較多的經驗是在水下 我曾經被超大的土轟啊 護士殺啊 還有各式那樣的捷克魚這樣 就是蹭來啊 蓋去啊 完全不怕人 然後沒想到我回到陸地上 也可以有一樣的經驗 就是皮皮 皮皮怎麼可以這樣子蹭我 蹭到我之後 不好意思 我在主持 不好意思 讓我跟老王好好聊一下好不好 然後牠就好像一隻狗狗喔 有沒有很可愛耶 牠甚至比狗狗還更撒嬌 然後我驚訝的是 長頂路不會理人 甚至是怕人的狀況 但是沒想到在這邊這麼特別 你說要量體重了 結果帶我走這麼遠 到底是要走到那裡去 在這邊呢 是我們園區的一個植栽區 那其實我們在這裡栽種的 就是我們園區裡面 等一下長頂路牠要吃的食物 OK 對 長頂路的話呢 每天基本要吃 30到60公斤的樹葉 等一下 那今天我們要踩30到60公斤 對 每天要基本上 要提供這個量給牠們吃 等一下 30到60公斤的東西 我要踩多久啊 看那邊那台農用車 我們就是把它裝滿 這樣很高嗎 就是滿載而歸這樣 大概平旁邊的那個鐵架 這樣就OK了 好 牠跟量體重也息息相關 原因是 你要賄賂牠 老闆都 大部分都是要賄賂的 好 好 這個合理了 哇 開心農場了 好開心喔 很開心嗎 開心了嗎 這個是什麼樹啊 這個植物 我們這邊的話主要會 以兩種就是植物 做為我們主要的餵食的植物 那今天這個是桑樹 喔 殘寶寶吃的 對 殘寶寶吃的 所以牠其實是一個 擁有相當高營養成分的 另外一個就是 牠有很高的鈣質 你們是有空在這邊施肥嗎 因為看起來是有規劃的 對 其實是有施肥的 但肥料的來源呢 其實就是園區裡面動物 動物的糞便 然後以及園區的一些植物落葉 那我們就把它做成一個有機堆肥 然後再回過頭來栽種了之後 再餵給動物吃這樣 這超棒的耶 這是動物園Style的循環景色 對對對 沒錯 我沒想到長頸鹿 一天要吃這麼多東西 牠後來想一想 對啊 牠長那麼大 一定是有牠的食量和這些原油 對啊 所以我在知道 一天要踩30到60公頃的時候 我真的是有點傻掉了 可是也覺得很棒的是 就是牠們這裡的有機跟落的方式 跟落葉一起去發酵 變成了有機堆肥 來種牠們的食物 其實這是非常非常棒的 然後在這個園區裡面 又可以無毒無害 讓動物們吃到最新鮮的這些樹葉 是超棒的 好耶 我們來到了 有遮蔽的這個地方 好 其實這裡呢 是長頸鹿牠晚上過夜的地方 OK 那也是我們在幫牠做 就是隔離檢查或者是 一些身體檢查的地方 對 皮皮已經在這邊 stand by了 等一下呢 我們就要把牠引進我們的磅秤 要引牠慢慢地走過這個磅秤 站上來了之後 這樣我們就可以在這邊知道牠的體重 然後再讓牠出去外面運動這樣 非常好 我們兩個加起來是150公斤 對 這樣子我知道我多少 那你有100公斤耶 天啊 你怎麼知道 怎麼回事 不知道我們是什麼困難 有食物 動物就會來啊 其實這反應在長頸鹿牠的生理的特性上 其實長頸鹿牠的腦很小 大部分的長頸鹿牠們都有一種 相當固執 相當膽小的特性 OK 對 那時候我就想說 好 如果我這一關要做的挑戰是 幫牠量體重 用食物引誘牠 應該不難吧 牠這麼親人 我到哪裡牠應該都會跟啊 因為牠好像會認知 所以我就帶牠去量體重 然後我就 後臂碰到不行 不容易耶 來 好好吃喔 不要 好不要 我覺得這個地方也是讓我 滿驚訝的就是 動物牠們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牠們不要 就是不要 你怎麼樣都強迫不了牠 你要強迫皮皮 可能就是被踩死 很危險 量體重失敗 可是我還是覺得牠真是一個寶貝耶 以牠個性這樣子 我們人類看覺得這麼的友善 牠應該長頸鹿人緣也很好吧 直接 牠跟牠的夥伴其實還不錯啦 那目前牠的另外一半叫妮妮 那牠們兩個大概年紀差個半歲 公的長頸鹿體型要比母的長頸鹿大 這樣牠們在交配的時候 才會有辦法配上這樣子 所以也希望牠能夠就是 趕快地長大成為 成為配得上姐姐的 皮皮皮皮大 所以牠們自己 現在是不是 兩個好像沒有什麼火花的感覺 對 那其實當然 動物牠們在 就是選擇自己伴侶的時候 也是 就是我們也不會強迫牠們啦 那雖然說這邊只有牠跟牠 對 那就 我們還是鼓勵自由戀愛 牠們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這樣 動物圈裡面的自由戀愛 對 就只能這樣 好 我們這邊看完了 那接下來我們在 就是兇猛地看完了嘛 對 我們去看一個脾氣好一點的 又是回到可愛動物嗎 我覺得蠻可愛的啦 你覺得 所以當一個稱職的動物管理員 不只是要餵養牠 而是要做非常非常多的觀察 牠的精神 牠的眼睛 甚至牠的體重 就跟養狗狗一樣 其實常常要帶去獸醫那邊 去量體重 第一件事情 就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在管理我的長頸路的時候呢 我也一樣 要好好地觀察牠的體重 這樣才可以知道牠是有健康 原來牠就是好好先生 對 這是我們人群的好好先生 我們這邊呢 我們有另外一位 就是我們的神拜 你好 牠會帶著你 就是來照顧我們的科目多龍 所以牠現在是午餐時間 對 科目多龍 我真的有怕 那時候我在科目多龍島上面看到 牠的其他的親戚的時候 其實每一隻都是 不動就是不動 可是牠們一衝刺那個 那個爆發力是很恐怖 你確定 因為我們人群說牠是好好先生 我們已經跟牠互動了 就是牠信任我們了 所以我們會保持一個安全距離 不是在講反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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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餵食之外呢 就是我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是 牠的活動量 如果說牠都沒有抓去獵捕的話 牠就沒有辦法長肌肉 對 所以你要刺激 我們要刺激牠活動 蜜蜜是你手上的食物 但你要負責帶著這個食物移動 蛤 所以我就是那個活體嗎 沒有沒有沒有錯 對 所以我要到什麼什麼程度 才要餵牠呢 讓牠靠近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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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 我比在科摩多島上面還更近耶 牠幾歲啦 牠現在看起來 好像有點牢牢的狀態 牠來我們這裡的時候已經做新的 20年前就到了 就這麼早了 牠當初是怎麼來到園區的 之前走私的 來我們這邊 我們收養牠的 OK 那通常餵食都一個人嗎 通常會有兩個人 一個人在旁邊看護你 我覺得我這樣好壞喔 我給你吃 你趕快啊 過來 過來 趕快 對 餵食我好壞喔 不會啦 運動一下 那你運動一下 笨 好 給牠 好 龍哥 牠嘆氣 牠很累 牠覺得 牠累了 人生 好難喔 吃個飯也要這樣整我 好看喔 牠們來攬 對啦 輕鬆吃 可以讓牠輕鬆吃一點 好 輕鬆吃一點 你在照顧牠多久了 十幾年 照顧牠十幾年了 真的 都一直在科摩多龍區嗎 對 畢竟牠還是有 野性的動物 有沒有發生過什麼 比較驚險的事情 對 不曉得 抓科摩多龍的時候 不小心被咬到 你有被咬過 對 那你怎麼還在這裡 我聽說被科摩多龍咬 就是 牠會抗 淋血 牠的口水會有毒 血栓之類的壞食 吐血啦 牠不會痛 麻痺的 被小隻的咬著 這裡這樣覺得 一口咬下去剛好 剛好 所以還是有藥医喔 我聽說的是沒有藥医耶 可以啦 他說好好先生 是科摩多龍的時候 我就這樣 你在說什麼 他講什麼 科摩多龍很兇耶 但是我這一關的挑戰呢 去認識科摩多龍 知道牠的習性之外 最重要的是 要當一個陪運動員 再給牠獎賞 給牠東西吃的時候呢 又要帶著牠一起運動 所以這也是滿好笑的 沒想到我們 動物管理員還要輕生地下海 去帶牠來做運動那件事情 老王 嗨 還OK嗎 越來越能體會到 要當一個動物管理員 要十八般武藝 已經沒有什麼能驚喜我 或難得倒我的了 你確定嗎 對 我看到你這邊有個電段 我也是沒有很意外 對 因為我們在圈羊的環境裡面 有時候通常會比較單調 是 所以我們會希望讓牠 做得複雜一點 像不一樣的食物的這個部分 對 其實我們都是行為豐富號 有一種 那今天要給胡萌的話 那胡萌的習性 牠其實在踩食的時候 牠會不斷地做一個動作 牠手在這裡 在踩食的時候 這個是其實牠警戒的動作 牠們在吃東西的時候 就會不斷地去挖挖挖挖 對 跟撥弄東西 所以就是我們做的這個呢 就是讓牠撥弄的 然後我們把食物放在這個裡面之後 撥下來 掉下來之後 牠會在這裡面抓 了解 對 那妳有看過某的食物嗎 對 牠們應該是雜食性 是肉食性吧 這個小東西 那其實牠們是比較偏雜食性的 對 對 所以牠們 在野外的話 牠的體型其實是主要會吃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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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對 Oh no Oh no 我最怕的東西 怎麼屎啊 髒啊 我怎麼怕 這不太肥了啦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遠 那麼遠是不是 不 我可以 所以我現在要做的事情 你把它丟進去 對 好 我要習慣牠 因為畢竟要當一個職業 你拿開啦 我這樣放不進去啦 我不喜歡一堆東西在那邊 可能有密集恐懼症的感覺吧 但是當一個稱職的動物管理員 其實要克服自己的恐懼 因為不是事情都這麼順利的 你總不能一直拜託人家幫你抓吧 所以我其實在這一個地方 有超大的突破 然後到了最後 叫牠放在我手上 結果我的恐懼突然不見了 Oh my God 這是最神奇的地方 我說天不怕 天不怕了 克服了這一關 接下來就剩蟑螂了 欸 牠們真的是很多疑的小東西耶 就是其實 因為牠們在沙漠裡面 也是一個被獵捕的動物 對 所以其實牠們還是會 對於比較高大的狀況 會比較小心一點這樣 是 警覺性 對 但是現在發現 牠們看到東西吃了 牠開始覺得 我們人推開了 就覺得好奇 開始想說這到底要幹嘛 是的 看牠們接近的過程 好療癒喔 就是其實這是一個 也是管理員的成就感的來源 當你設計的東西 就是被動物所接受 然後牠按照你希望牠呈現的樣貌 出現的時候 這其實是相當有成就感的 牠們需要什麼 你們怎麼知道 那其實一開始就是先以 牠原生地的習性這樣子 那各國啊 比如說 大家其實在這個圈子裡面 大家會去野外調查 那調查出來的結果 其實大家都會分享 是 對 所以我們就也會不斷地去參加 這種國際研討會啊 或者是去各個動物園之間做交流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更了解 動物牠們的狀況這樣子 這完了啦 而且這邊的環境啊 我也很好奇 因為像牠們就是生性害羞 多疑 對 所以你們給牠很多躲藏的地方 關於環境上面的研究 其實你們也花了很多工夫 對 那其實我們都也會盡量去仿造 牠們原生地的樣貌 那像是狐猛牠們需要挖掘 那我們就會盡量用這種沙地 然後也為了防止牠逃脫 所以我們會在下面再鋪一層 大概在就是地下60到80公分之下 免得牠越獄 對 免得牠挖挖挖挖 牠就真的跟湯匙一樣就是挖出去了 前面已經當那個陪健身員了 然後又要量體重 然後還要各式各樣的觀察 我接下來居然還要幫牠們做玩具 我一直看到牠們家想說 這個地方還不夠牠們玩嗎 追來追去 牠們體型又小 可是其實要的不是只是 動作上面的運動 而是頭腦 牠們頭腦也要去想辦法去玩 給牠們一點點樂趣 要一直有突破 所以人生才會比較開心吧 我覺得人雖然是用自己的思維 可是牠們反應也很好 所以我覺得這是牠們用心的地方 終於又回到素食的世界 剛剛這個是剛剛你已經自我突破了 現在給你一點獎勵 好 這個 水豚君是這幾年最夯的小動物味 對 沒錯 可是牠絕對不是日本人喔 牠其實長得很像我養的天竹鼠 對 沒錯 所以牠是南美人嗎 對 牠們是南美人 然後牠們其實是在亞馬遜叢林裡面 就是主要的一個水邊生物 OK 然後牠們其實就像妳說的 跟天竹鼠是近親 對啊 你看牠的臉 然後牠們是純素食的 純素食的 所以我今天 所以你現在手上的 對 這是見面禮嘛 對 賄賂我的各家老闆 哈囉 我是新朋友 你好 啊 這樣就對了啦 我有聽說就是水豚君 其實很喜歡摸摸被按摩 你們也會做這件事情嗎 就是我們應該說 趁牠們就是在吃東西的時候 都會去接觸牠們的身體 看一下說牠有沒有傷口 對 然後另外一個是看牠們的 身體的狀況就是 會不會太肥啊 然後當然這也是一個 我們培養感情的方式 但之後我們在做醫療的時候 就是會比較溫和一點 牠真的超級溫和 我會怕 我會怕 剛剛講牠們在亞馬遜叢林裡面 所以其實牠們腳上 是唯一有浮的那幾類 就是很會游泳的 牠們平常的習性 真的就像大家所認識的 就喜歡不動 泡在水裡有點懶懶的嗎 對 但其實我們這就是 早上每一天來觀察牠們 就是身體有沒有什麼狀況啊 對 然後包括眼睛 口鼻跟那個屁股 因為這幾個地方最容易有分泌物出現 欸 那一隻 好像鼻子有點綠綠的耶 不是 鼻子不是綠綠 鼻子有點白白的 對 那隻怎麼了 其實那個白白的分泌物就是 有可能是牠們的鼻屎 或者是流鼻涕的這種症狀 通常這種狀況我們就會請 獸醫師來做檢查 然後採樣 做一個醫療上的處理這樣子 那你知道怎麼打針嗎 打針啊 對 打針 這樣子根本碰不到不太可能吧 對 因為牠們會躲進水裡面 所以我們通常是用一種 吹蒸的方式 亞馬遜叢林打獵 就是拿一個管子 牠們的家鄉 牠們的家鄉回到亞馬遜那裡 嘔都很喜歡玩 對 沒錯 然後就是啊 然後就碰一下這樣子 對 獸醫師出登場 對 這是我們這邊園區的獸醫師 那等一下我們就會 由獸醫師這邊來解說 我們這個推薦的原理這樣子 好的 牠的針筒跟針筒 其實是我們去分開製作的 針筒的部分去灌我們要注射的藥 然後把它灌進去之後 然後呢我們後面吃灌高壓氣體 對 然後牠其實 針進入到動物 我們通常打的部位是肌肉注射 然後你打進去的時候 就是橡皮膠它會往後推 然後藥就會從這個動物注射出來 就是因為這邊有灌高壓氣體的關係 對 接著就是到催健的部分了 原則上我們就是動物注射的部位 就是以肌肉為主嘛 然後肌肉其實就是牠的肩胛質 還有牠的屁股的部分 肉多的地方 比較肉多的部分 然後千萬不可以注射到 就是牠的肚子啊 頭啊 對啊 頭啊 或者是其他就是比較 比較沒有肌肉的那個位置 了解 所以好 我現在把它放進去 就是你要一氣呵成 對 一氣呵成這樣 對 然後把它吹出來 很好 很好 非常好 等一下是交給你了 交給你了 我覺得 好好適合還得工作 真的 真的 好囂張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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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有摟到嗎 我覺得 你們該怕囉 你們該怕囉 垂劍還比手丟的 標靶更 更 更準的 我甚至會覺得說 很想要試試看 可是其實 在我這階段還不行 對啊 那射到不對的地方 出事情 對啊 射到 射到 射到肚子 或射到不對的地方 那個 吃藥都不會 有太好的效果 對不對 我現在負責 堵牠們 好痛喔 哎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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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已經都進去了 還有一隻 因為我不能幫忙施導 我沒有這樣子的專業跟背景 所以 我其實能做的就是 用身體來擋住 所以是這一次 對 他緊張 他緊張 好 一個在前肢 一個在屁股 很心疼耶 因為你就是年紀比較大 可是你 就是你看到他有症狀 但是你去處理 你就是 也覺得沒有辦法 對啊 所以就是盡量可以接受 其實我們知道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看一下 動物牠被打完針之後的狀態 因為通常牠們被打完針之後 碰啊 牠們就會很怕我們 對 每一段時間就是感情會不好 就是 就有點像吵架 KEEBEEBING的那種時候 對 所以其實我們有時候 管理員很不喜歡做這種事情 我們都把壞的堆給瘦衣做 通常瘦衣吃會覺得很尷尬 就是 牠們覺得很喜歡的動物 可是動物看到瘦衣都會不見 是啊 是啊 會不會覺得自己當壞人 沒辦法 可是我明明我當壞人 我覺得這個工作真的很不容易 不過我們 必須就是趕快整理心情 然後去動物下一個動物 你看這個動物管理員 馬上又聊著自己的心情 我們 我剛剛在旁邊看我都覺得好心疼 你們是要隨時把態度轉回來 我看到鼠屯軍生病的時候 我是真的 不是我在做治療 因為我沒有相關的背景 可是 所有的治療 獸醫師都需要配一個動物管理員 來控制啊 因為牠們其實彼此的默契好 然後 也了解牠們的習性 對 所以可以比較有效率地 達到牠們的目標 例如說 垂減施藥 這件事情 所以我其實 看到牠們合作的那個 那個樣子 兩位獵人 我其實蠻感動的 我就覺得哇好帥喔 可是也 也欣賞 哇 哈囉 這是我們的鴕鳥區 這個 這個是蛋嗎 對 那是就是鴕鳥蛋 那其實鴕鳥蛋的話 每年可以生50到60顆 這麼多 所以其實我們這裡也是每年 每天每天都有新生命在誕生這樣 哇 牠們會認真孵啊 牠們不會認真孵 那怎麼辦 就是我們會帶回去集中 就是每 比如說每天有 每天產出了5顆 我們就拿回去一起孵這樣的 我們會用人工的孵蛋機去孵化 牠想幹嘛 牠是想要佐我 沒有還好 牠其實都是大部分的 都只是想跟你玩 然後其實鴕鳥牠們有一些 比較就是膽小怕吃的個性 你只要遇到比牠高的東西 OK 牠就比較不會攻擊 所以你只要手舉高比牠高 牠就會退後 牠好像沒有怕人 對牠沒有很怕 可是牠們就比較不會 比較不會佐你這樣 散會散會 牠說人類白癡很無聊 但是每天都有新生病 這件事情太棒了 對 就是一個 Circle of Life 對 OK 這一區 現在來到了楊卓家 因為我們這樣子去呢 一般人 一般人也可以進來這一區 對 一般人也可以進來這一區 這一區的話 我們有一些比較溫柔的狀況 我們會設計成像這樣子 可以直接跟動物互動的一個園區 那這也是我們完全直接設選 可是這樣子 受醫師的角度 會不會覺得很擔心啊 亂餵 亂摸 對 例如什麼 你有看過 人家餵什麼很扯 讓你很生氣 烏絲啊 餅乾啊 不能吃的東西 對啊 這種對 就是好承受而已 就是很好的 即使遊客可以近距離 還是要非常尊重牠們 而且其實也是你們 又愛又怕的地方 對 對 沒錯 所以牠眼睛是怎麼了 牠眼睛好乖喔 牠是在外面跟其他同伴就是 打架然後弄到有點 怎麼會癢 Oh No 對 牠怎麼這麼乖啊 對 牠其實牠已經有點習慣了 就是牠做自己的動作 然後牠做自己的動作 好像很難喔 對 就是牠很配合的話 其實牠也好得更加 其實牠一直在發抖 其實 就是做野生動物 比較尷尬的事情就是 牠們有時候不願意接受你的治療 所以你也很難做積極的處置 所以牠們在 其實當初有個動作 牠們都很能容耐 等到你真的發現 牠有症狀的時候 很多都已經在病成了 很後期的 委員出現壓力也很大吧 你怎麼撐啊 很多管理員出入茅廬之後 他們沒有辦法 渡過去的一個 就是看著自己校服的專利 或是 牠自己心裡 就轉換的方法 就轉換的位置 牠就會離開這個月間 所以你一次最大的原因 是因為受不了 自己照顧的東西 死掉了嗎 死掉或者是 看著牠摔熱 然後自己的那個疑似 牠們有 任何一隻 有離開過你嗎 死掉 生病或什麼的 有一隻 可能就是 上班的時候 就發現 牠怎麼浮起來 然後眼睛突然就 翻出來 很突然喔 很突然 大家看到牠 比較難過 就是沒有 我可能 沒有進到診療的時候 發現說 食慾或者是 牠身上是 擦傷之類的 覺得對不起牠 但是 沒辦法 就是老了 對 吃到那種病的時候 就會很煩惱 對 就有一隻 免電嘛 我來的時候 開始照顧牠 十年有了 對 對 吃得老了就慢慢 因為休息天 不太會吃 活動就會 慢慢下降 就說是 對 滿難過的 就是 想讓牠 就是 更健康 讓牠們得到更好的 環境 待遇 每次動物如果走了的話 你 心情怎麼調適 現在就是 少想牠 好多耶 真的 真的會想念 不像是一個動物 是一個夥伴喔 對 其實在做這個工作的時候 你會 遇到很多的無力感 對 因為有太多的事情 不在我們可以控制的範圍內 因為我個人的觀念是 在牠活著的時候 多為牠做點事情 牠過世了 像我有時候會把一些動物 做成標本 就是 留存下來 做為一個 以後教學 教材 大家要認識的時候 我不用再去抓一隻火雞過來說 大家摸看看這隻動物 不然牠過世了 牠的價值不應該就只留存在圖裡 這份工作 你一定要很細心 但是 有時候即使你做到 你認為完美了 還是可能不夠 對 所以這個挫折感的心理素質 會需要 好好地面對這樣 其實我還沒能感同身受 動物離世 然後自己很痛那個心情 所以 當牠們講這個時候 其實 我會覺得牠們有一點點 地談這件事情 就是 沒關係啦 我們就 還是有心生的人要照顧啊 所以我們 先不用拘泥於這種 很低泥的 的氣氛 我甚至覺得說 要當一個動物管理員呢 你要的不是超愛動物 而是 超有責任心 以及 你可以把 你的感性 的這一面 變成很理性的方式 去看待 這個工作 跟看待尊重所有的生命 你才會把這個工作做得好 重要的問題 就是 我們賺的就是 心理負責 我要哭了 這個工作的樣子 在台灣的村子 出現的是不少的 大概 大概對不對 26天到30天 對 我媽呀 你們不是一個 毛瘋人 你們要做的事情 即使收工了 下班了 也要去注意的 或者是隨時stand by 對 隨時stand by 因為有時候半夜會生嘛 你不知道牠什麼時候會有問題 Oh my God 對啊 然後小動物出生 你有時候媽媽不在 然後你人工要餵奶 你可能就要 兩個小時起來餵一次 三個小時起來餵一次 其實就跟媽媽一樣 對 所以想要進來工作的年輕人 有什麼話 年輕人就要多覺醒 因為動物很多 每個動物都不一樣 要多去研究 或是跟別的動物員交流 去看看別的 別的動物員怎樣 對 增加自己的姿勢 所以當動物做得更好這樣 想要從事這行人 就是要有心理準備 你絕對不會大富大貴 但你可能會有很 就是心靈富足的一段日子 可以過這樣 因為 因為年輕人有時候 不耐在太陽底下工作 動物都不然都是我們 要可說那裡 一陣陣中 一陣陣中 一陣陣中誰死 作為一位動物管理員呢 不只是要愛動物 你還要的技能是 配菜單 然後做玩具 陪做運動 然後還要會木工 會治療 要面對生老病死 工作要超爆大 沒有私人生活 然後還有薪水是真的滿少 所以 動物管理人真的不是人錯的 他不是一般人錯的 是厲害的人 喜歡我這次的挑戰嗎 歡迎按讚加分享 而且還要訂閱 這樣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喔 還想看我做什麼特別的挑戰嗎 趕快留言告訴我們 要追蹤我們的IG跟Facebook 才不會錯過我們所有有趣的挑戰喔 下次再見囉